明是个稀粉成瘾的画家 却偏偏拥有画出未来的能力 可当他兴奋地将一切告诉女友时 对方却以为他是吸出了幻觉 无奈艾萨克只好拿出 一副画着以色列自杀式爆炸的汽车 这是他三周前画的 随后他将今天的报纸递给女友 上面赫然报道着同样的爆炸 就连车牌号也跟画上的一模一样 看着女友满脸震惊 不料这时艾萨克却突然愤怒地将画全部消化 因为这些画全都是他吸到陷入幻觉室画出来 但如果他想继续画出未来 那么只能吸到致幻 可那样的话他就会失去女友 于是在画出未来和女友之间 艾萨克选择了画出未来 碰巧这时新闻正报道 一位女孩冲进火场就出了一位年轻的中卫 而电视中的这一幕 竟早已被画出画放在了一边 这仿佛在认可艾萨克放弃女友的选择 于是他果断拿起了一旁的真鬼 而等到艾萨克再次醒来时 地板上竟然出现了一副核爆腿 核爆的地点正是纽约中心 一瞬间艾萨克坐不住 也就是说未来纽约会发生核爆 就像当年广岛那样 害怕极乐的他立马联系了女友 可女友却依旧认为没人能画出未来 于是为了证明 艾萨克再次吸了起来 而这次他觉得与以往不同 他竟以上帝视角看着一个女孩正被追杀 于是他立马将它画在了画水里 可当他想继续以上帝视角时却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 他发现除了那副女孩被追杀的画外 还多出来一副男人死去的 而这也许就是拯救核爆的关键